即使像我这样狗胆包天的人,对惊悚片一向也是敬而远之,我才不会到处跟人说当年我看午夜兄灵吓得尿了裤子,然而万幸的是,就像泡入啤酒里的姜片可以吸食掉酒精的烈度一样,世上总有一些好些人喜欢把喜剧元素穿进惊悚片里,从而制造出植物大战僵尸般的效果,此类影片破合我胃口。 比如快要上映的黑店,第一次听这名字我以为是黑羞之店,而百科上平旗为中国版惊声尖笑,我倒不在意这些,说起来这一次我最关注的其实还是主演猪一,据说当年那个大话戏友里的紫霞仙子跑到这部戏里来发表了自己的圣女宣言,那当真是惊悚至极,所以无论如何我都不想错过,但是就在等待其上映的这段时间里,我看了一部比它更为惊悚的电影。 提耸的成分或许并不明显,但说得惊,绝对让我菊花灿烂,鼠区抽筋,外加蛋碎一地,能在有生之年欣赏到如此佳作,撒家这辈子,他娘的真值了。 这话还要从西游记后传说起,上次我说它是烂片中的战斗机,确实,他还重复的武打是最大的败笔,毁掉了一个本来还算不错的剧本, 但跟今次我要介绍的电影比起来,我发现,西游记后传,可爱的就像我女儿一样。 首先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电影是韩国人拍的,没错,听到这儿相信很多同学和我一样,菊花已经开始隐隐作通了吧,您先顶住,再看这个海报。 在阵亡之前,我想问一句,这鸭的都是哪个次元穿越过的鸟人,我那个操,要不是看这个紧箍咒和露出的半个金箍棒,我真想不出这跟西游记有半毛钱的关系。 没错,这电影就叫西游记归来,正宗的棒子出品,卢甲包换,这个创造了宇宙的国度,终于对西游记下手了。 我知道我要冷静,但我想说,不是我要拍你是全国人民选我拍你,因为这个烂的没有下线的片子我平生真是第一次看。 无比说孙悟空那一头大变发型和矢刻浪式的盔甲,也不必说猪八戒和沙悟镜那不知哪个地摊上逃换来的乞丐装,但是他的剧情就差点让我蹊跷流血。 故事讲述了五百年前,唐僧师徒四人封印了作恶多端的牛魔王一伙。 等一下,唐僧怎么会是这个形象?棒子们是不是觉得三藏法师就应该身宽体寒? 哇塞的喵的,这是哪个局长来客串的?还有牛魔王,你要不跟我说这是牛魔王,我下辈子也不知道这是个牛精,压镜话真够彻底的。 还有金角,银角和白骨精,这形象整容整得有多屎,我就不提了,我就想知道他们怎么和老牛撤成一伙的。 当然,这两班人马如果真打起来,我想我还是支持老牛一伙,因为我受不了这个神经质的猴子,你来听听他笑声有多销魂,你就知道了。 整部影片中贯穿着他淫荡的笑声以及猥琐的动作。 我从内心发自真心的想对他说, 《麻痹的》 试图四人将恶魔封印后,时间过去了500年,一个施工队挖出了封印用的神器,送到博物管理研究。 然后,一群盗贼在盗宝的时候不小心打开了封印,并被恶魔附体,开始危害人间。 我从一开始就感觉这一定是一种俗套的剧情,于是, 国安局就提取了试图四人遗物上的DNA,输入了四个孩子的身体里, 于是他们变成了孙悟空一伙,于是他们和恶魔战斗, 于是,您就看到了如此惊悚的思维,如此猎奇的剧情, 于是,我整个人都私密答了。 首先,堂堂国家级博物馆的守卫竟形同虚设, 我怀疑他们是不是跟我朝故宫方面有过经验交流。 当然,要是他的守卫严谨的话,这个电影也就无从展开了,可以理解。 而当孩子们变成师徒四人后,开始加紧训练,以便早日打败恶魔。 看到这群法术高超的神人居然还要通过训练, 尤其是看到孙悟空试了多次,才学会用气功波灭蜡烛。 我震惊了,我该夸你童心未敏,勤奋好学,还是你家太傻缺, 就你这战斗力,只有我的渣子还是回三八线放羊捡牛粪去吧。 我来个擦,凤姐的王八全都比你强。 你想学神功灭蜡烛,你去看看人家南地断王爷, 什么叫效率,什么叫实力。 当然,这个大师兄再不济,毕竟妖怪都是他消灭的。 那个猪八戒除了会打手枪就是个打酱油的。 而那个沙和尚和唐僧基本错到可以拿个最佳啦啦队奖, 还有他们的辆吉普车坐骑,我越看越像《罪游记》里的白龙。 至此,我长输一口气,顺手抚摸了一下我的菊花。 我发现他已经灿烂到美不胜收,真是璀璨无比啊。 他们不仅剽窃中国文化,就连导国动漫也照头不误。 当然,文化人的事能算偷吗? 我们还在山洞里钻木曲谱时,人家棒子的航母都他喵得上天了。 我自认为是个民族宽容感很强的人, 但当我看到电影中新闻联播播音员说《西游记》是韩国遗产的时候, 我的蛋彻底碎了,华丽的碎了一地。 我感觉自己的智商就像被十几个凤姐给轮尖了一样。 此刻,我非常想往首尔扔一颗原子弹, 我恨不能立刻打电话给金将军问你啊到底何时发兵? 因为再不发兵,人类就阻止不了这群要逆天的棒子了, 我擦! 狗血的台词,神经质的表演,如此让人钢管之力, 汗流浃背的江总神作, 也只有朝鲜半岛南部这群脑残土土居民派的出来, 他带给我的冲击力, 我想不会亚于死神来了周院外加午夜凶灵的总和, 更不要说我等了很久的猪鹰的黑店。 在最后,牛魔王大战孙悟空时, 我还意外的发现了个bug, 老牛手下有撕打金刚, 激战震撼时, 我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平下数了数, 他瞄的怎么成五个了, 我擦买, 不还带邓一的? 当我看到孙悟空和唐僧最终因日久生情而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时, 我不禁尿流满面, 我135度角仰望天空时, 想起了朱音当年的句经典的台词, 我猜对了结局, 却没有猜对过程, 对于这句让我铭记在心的台词, 我想不出更多的更好的祭奠方式, 只是期待他在新电影中的表现, 而对于棒子的这部名为科幻, 实为精神的西游记归来, 我唯有真诚地送上三个大字, 来结束此次典型 麻痹的